近日有鼎姊妹跟我分享,她說有牧者在香港舉辦大型聚會的時候,有公安溫馨提示她要多講愛國的信息。 不過你知道我們經常講愛國的,不過是天國的意思,所以應該都沒問題的,都是國而已。 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心裡就這樣想,公安雖然不能在香港執法,但它仍然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影響我們,這個是現實來的。 如果你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你會有一些恐懼或者憂慮的時候,可能我們都是中了他們的一些詭計都未必。 根據最新2018年的統計,在世界上做基督徒最危險的50個國家之中,總共有2.15億,即2億多的基督徒受著高度以上程度的迫迫。 而在這50個國家之中,排行第一,你猜是誰? 大家都這麼看得起我們的祖國,第一,北韓。 大家都知道,北韓,排行第一,你猜中國排行第幾呢? 第二,當然是,證明大家都有少少取向的了,我也知道。 不是,可能令到你們有些惡言,中國是排行43,所以由第一到43,中間還有很多國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有個網站可以介紹給大家,去留意一下。 那香港又怎樣呢? 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是吧? 但是如果你政治正確來說,香港是屬於中國,是吧? 但是你說不要緊,我們要一國兩制保護我們,這樣。 但是你知道這個罩就抓不住我們了,應該。 未到50年就可能已經,力度都很有限。 所以我們都真的要做一些的準備。 上一次,第十章裡面,我們就講到彈以來,見到異象之後,它的反應。 它的反應就沒有力,混身無力。 以至到天使要繼續不斷,一次又一次,按手在他身上的時候, 才能夠感到有些力量。 特別當天使來講說話的時候,他就在那些說話裡面,來得著力量。 所以第十章,其實我們還未看到,究竟彈以來看到些什麼。 我們只能看到它的反應就是腳都軟了,是吧? 所以這個已經是一個挺嚇人的圖畫,是吧? 通常電影、驚嚇片都是這樣。 它不會拍一隻怪獸給你看,但是會看到怪獸那個人的表情給你看。 以至你自己去幻想一下,那隻怪獸有多恐怖。 第十章就是這樣。 然後,今天第十一章,就來看看那幅圖畫是怎樣。 第十一章這一幅的圖畫,是彈以你最後的一個異象。 或者是它記下的,最後的一個異象。 這個異象它不同,第七、第八章。 第七、第八章的異象是很抽象的,就是一些動物來的。 就是這些怪獸出來了,就是很卡通,或者不是卡通, 是很怪形怪星,很恐怖的一些的圖像。 但是,今天的這一章呢,是很具體的來形容地上面將要發生的事情。 就好像你看新聞報紙一樣。 所以是用很不同的手法。 還有呢,今次這一章呢,是會很詳盡的來講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而不是要你好像猜猜一下那樣。 這個是,今天我們看這一章的時候,那個不同的地方。 今天這個異象,其實有一部分,在當時彈以你看的異象的時候, 是預言,是將來的事。 但今天我們看回頭的時候,其實已經發生了。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用一個,就是事後恐明的態度, 來再去解讀當時他看到的那個異象, 究竟在已經發生了的歷史裡面,究竟是講些什麼呢? 今天我都會用一個這樣的角度,來講這些經文。 有一個圖表呢,都幫助大家,來去了解一下。 因為呢,在第二節,去到第三十一節呢, 那裡呢,其實是很長的經文一來。 二來呢,就真的又南方黃,又北方黃, 看到的,大家可能花都亂了。 但在歷史裡面,確實是真的有這樣的事情來發生。 所以我就將在歷史裡面發生了的事情, 就用一個表呢,方便大家來看。 那這裡有南方黃,有北方黃, 大家都會知道,大家都會順著事序的。 還有呢,就有經文, 如果你看到那段經文的時候, 其實就是講這幾個黃了。 還有,會講這些爭戰的當中,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這裡是提及一下,一個人是有四次的戰爭, 這樣來發生的。 那在第二,去到第三十一節, 今天我不會和大家讀出那裡的經文, 因為一來很長很沉, 而且真的太長了。 那反而我是用一個很簡單來去描寫一段的歷史, 讓大家來去掌握一下,究竟這二十幾節的經文裡面, 究竟想講的訊息是什麼呢? 所以,是你聽我,一路一路來講解就可以, 所以你也可以看著這個圖表, 一路講的時候,就一路順著, 就是他們講哪個黃, 打哪個黃,為了什麼事, 一路來講下去。 首先呢,就是第二到,去到第四節, 其實呢,就很快這樣, 就是,就講了波斯和希臘, 就是這兩個國家, 雖然是一個很龐大的國家, 就是一個很強盛的國家, 但是聖經呢,就只用兩節, 就一聲就講了,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一個想要我們知道的事情。 反而,跟著的, 第五至到第三十一節, 就很詳細地去描述, 就是南方王和北方王, 或者是南國和北國發生的事情。 南國和北國, 這個是在講敘利亞和埃及, 兩個國之間的戰爭, 究竟這兩個國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為什麼用這麼詳細的經文去描述? 這個呢,我們一會兒講的時候, 就會更加清晰的了。 那我現在就開始來講, 在公元前,252年, 南方王, 就是,你看這個圖表, 看看南方王的column, 就是多利馬二世, 他當時是將他的女兒, 叫做白尼基, 嫁給北方王安提亞古二世, 目的,大家都知道, 看得政治多,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目的, 是想兩國來修好這個關係, 因為他們長期打仗, 所以打來打去都不好, 所以最後就要和好了, 和好就是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來修好兩國的關係。 安提亞古二世, 娶了白尼基之後, 他竟然優了他的原配, 就是腦底基, 所以你知道, 這些就是工心計來的, 你看得電視劇多, 是不是? 你竟然做出一件這樣的事情, 他當然不會放過你, 所以這個腦底基, 他就毒害了安提亞古四世, 他自己拿來衰, 沒得好說了, 也叫他的長子, 當時殺了白尼基, 和他的嬰兒, 和他的除蟲, 全部殺了, 這個長子叫做西樓古二世, 西樓古二世自然登基作王, 白尼基就是南方皇嫁過去的, 所以南方皇, 去到白尼基的弟弟, 當你買三世來接受他父親做南方皇的時候, 他當然不肯過你, 所以, 你殺了我的姐姐, 還殺了他的親戚, 所以他就出兵, 去攻打北方皇, 殺了腦底基, 奪去了北方的財寶, 並且擴展了他的疆界, 西樓古二世之後也嘗試反攻, 但是他是徒勞無功, 這次是第一次的爭戰, 接著就是第二次的爭戰, 是基於西樓古二世的兩個兒子, 他要為父報仇, 之前他被人拿去的地方, 被人欺負等等, 這兩個兒子就是西樓古三世, 和安提亞古三世, 他們貴婦來報仇, 所以他們繼續來打, 即是南方, 也在最終修復了一些失地, 而在這個時候, 他修復的失地裏面, 耶路撒冷就再次納入在北方的版圖裏面, 西樓古三世因為耶路撒冷的居民出來迎接他, 所以他有好處給他們, 以前他們受南方的統治已經有一些權利, 現在不單止這樣, 他更加來減他們的稅項, 也是下令給他們錢, 來重修這個城牆, 即是給他們一些好處, 在這裡你會看到的就是, 以色列人, 猶太人, 在他們這兩個國中間, 一時他們是屬於南方的, 一時他們是屬於北方的, 所以那個適應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每一朝的君主, 他們都有不同的性格, 宗教政策等等都不同, 一轉了黃, 他又有一些新的適應, 在裡面, 這是當時他們面對的情況, 但是, 雖然是這樣, 但是南方黃, 去到多利馬四世的時候, 他都不甘是虐, 他最終又搶回北方的一些地, 所以, 耶路撒冷又再次落入南方的當中, 你會看到, 這個都是一個歷史的循環, 安提亞古三世, 他就沒有, 因為這樣就罷休了, 他趁著多利馬四世, 即是駕崩的時候, 即死的時候, 因為當時, 多利馬五世, 即是說他的兒子繼任的時候, 只得五歲, 五歲繼任, 是吧, 所以他就趁著, 這樣的時機裡面, 他就大舉南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耶路撒冷又再次落入北方黃的手裡面, 不過, 安提亞古三世, 他這個人呢, 就是野心勃勃的一個人, 他不只是想侵佔南方的多利馬, 這個王朝, 他都想他的影響力去到歐洲那裡, 所以他就很有策略的, 他起先呢, 就將自己的女兒, 嫁給南方王, 當時是多利馬五世, 即是剛才說五歲登基那個, 就嫁給他, 為妻子, 企圖呢, 就去承繼了, 埃及王的王位, 因為他生個兒子出來, 就將他的王位, 王位都想拿起來, 不過可惜的就是, 奇差一著, 奇差一著的就是, 他的女兒不肯, 他女兒嫁給對方之後, 就真的愛上了對方, 他就不肯, 跟爸爸來去夾雞, 所以呢, 爸爸一方面, 就是這一步棋不成功, 另一方面, 就是當他要再出兵, 去愛禽海, 想去攻入去, 羅馬的領土的時候, 亦都被羅馬的徵兵, 打鬥落花流水, 以至最後就是被迫要割地賠款, 慘淡收場, 而最後呢, 他自己, 這個安提亞古三世, 都是被殺, 暗殺, 是身亡了, 但是你想想, 他死了, 留下了個爛灘子, 是吧? 所以他的兒子, 就是西樓古四世了, 他繼任的時候, 哇, 一個爛灘子, 怎麼說你呢? 所以呢, 他就被迫就是, 是強行徵稅, 總之呢, 押炸得就押, 總之要還債, 要還債, 就來到這樣做, 所以亦都是, 很多人去反他, 這個, 這個, 四世, 最終呢, 西樓古四世, 最終呢, 亦都是被人刺殺了, 那麼西樓古四世之後, 的皇帝呢, 就是去到, 安提亞古四世, 這個, 名字呢, 很出名, 因為這個人呢, 是臭名軟薄, 亦都在歷史裡面, 他是, 迫伯基督徒呢, 是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 就是一個人物, 賺錢, 和一些地方的時候, 他就用這些, 的手段來, 去賠給人, 又被他, 就是想得通, 不單止能夠賠到錢, 賠到地, 亦都是令到, 北方成為了, 一個, 就是強國, 在當中, 所以當這個, 安提亞古四世, 他這麼, 就是狡猾, 也是周圍, 去去掠奪一些東西, 就是見到東西, 就立的時候呢, 你知不知道, 最多錢的地方呢, 就是廟宇, 因為廟宇裡面, 有很多金馬銀, 那些的器皿, 最好的東西都是放在, 供奉神明, 這樣嘛, 所以呢, 他就轉去那些的廟宇裡面, 就是立了人, 那些, 就是有值錢的東西, 那樣, 而聖殿呢, 對於他來說, 都是一間廟來的, 所以呢, 就立了, 就是立了那裡, 所以他們, 就乘機, 就在那裡, 去搶, 搶, 去為自己的國父, 去, 充滿他自己的國父, 安提亞古四世, 有一次, 他因為, 攻打埃及失敗, 所以呢, 在他很沮喪的時候, 他經過會程的時候, 就經過耶路撒冷, 好壞不壞, 他見到耶路撒冷, 嘩, 怎麼這麼混亂呢, 裡面究竟搞些什麼呢, 這樣, 他就在那裡, 八八掛掛, 走去八下, 他們在做什麼, 啊, 原來當時, 那些的民眾, 就不滿意那些宗教領袖, 在那裡玩權力遊戲, 就在那裡排除異己, 就因為當時的大祭司, 那個的職位, 其實是買回來的, 就是賄賂回來的, 那誰給他, 那當然是皇帝給他, 就是賄賂皇帝移回來的, 但是那些人文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而去反叛, 哇, 皇帝一聽到的時候, 當然是不開心, 你反他, 就是反我, 就是說我有問題, 所以, 加上他戰敗, 在埃及那裡, 他屠勞無功的時候, 心情不漂亮, 所以他就把這口氣, 發洩了在耶路撒冷, 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在公元的167年, 公元前167年, 他帶兵襲了城, 就大屠殺開始, 奸任, 也下令廢除了聖殿的禮儀, 包括安息的禮儀, 和葛禮, 也更在聖殿裡面, 來獻祭給就師, 他是獻豬的, 就是燒豬幻神的, 他那種, 好像中國人那樣, 台積豬也去, 但是豬對於猶太人來說, 是不潔淨, 所以這是一個蝕俗的行為, 也要命令猶太人向就師下拜, 為例者死, 這個是他的宗教政策, 也是他的個人的屁性, 大家試想一下, 他關心的是什麼呢, 他關心的是當時的人民, 什麼時候可以回歸呢, 記得曾經第八章, 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這是他最關心的一件事, 他看到這幅圖畫的時候, 真是腳都軟了, 完全好像絕望的, 一個圖畫這樣, 剛才那幅圖畫, 大家的印象都會是, 戰火連連, 打完, 一場又一場, 一場又一場, 不知道打到什麼時候, 雖然這些戰爭, 不是針對猶太人而打的, 猶太人只不過, 雖在是什麼呢, 就是他住的地方, 剛剛夾在南國和北國中間, 所以, 無論誰打誰, 一定能把他拿到的, 還有剛才, 我所說的, 誰的勢力強一點的時候, 他就是屬於那個國家, 因為他在中間, 那個領土, 新戰一些, 如果北國強的時候, 他屬於北國, 南國強的時候, 他屬於南國, 所以經常換老闆, 經常換老闆, 宗教的政策, 都是因為這樣, 來到他, 經常會有改變, 視乎當時君主的皮聲, 也視乎那些人民, 當時那個的, 是不是順民, 還是逆民, 等等, 這個都很影響他們當時所受的, 那些情況, 事實上, 但以你, 見到這幅圖畫, 和我們今天現在, 見到這幅圖畫, 可以說是小毛見大毛, 是吧? 但以你, 見到的異象, 其實也提醒我們, 環境是隨時會改變的, 不要用我們過去的環境, 以為將來就一定是這樣, 環境是很快可以變的, 即是, 五十年不變, 現在都在變, 是吧? 只不過你不知道, 在後的十年, 究竟會是怎樣的, 這個是, 我們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而香港, 當我們還是殖民的地的時期, 我們的信仰, 特別是, 聖工會, 其實是, 得到英國, 那個的保護, 有很多的好處, 在那裏可以來得到的, 這個是過去的事, 這個不是常態, 現在我們身處, 在共產政權的管治底下, 雖然我們說, 有一國兩制的保護, 但隨著, 時間的過去, 即使未到五十年, 我們已經感受到, 政治的形勢, 是不斷的來改變, 再加上, 最近大家都會收到消息, 即是說, 國家主席的任期, 可以無限伸延的時候, 我們的環境, 會不會是, 越來越嚴峻呢? 大家兄姐妹, 我們需要有一個的準備, 怎樣去面對這些的轉變, 不要將過去的和平, 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你去看到這幅圖畫的時候, 是的, 他會腳軟, 但是天使仍然要去看這幅圖畫, 因為他要作好準備, 究竟, 他要作什麼準備呢? 究竟這個異象, 是告訴我們, 讓我們知道, 當我們面對這樣的情況下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去面對呢? 我們就去看, 第32節下, 以及去到35節, 這段經文呢, 需要大家一起跟我讀的, 32節下, 就是唯讀那裏, 開始來講戲, 我們一起讀, 唯讀, 認識神的子民, 必剛強行事, 民間的智慧人, 必訓悔多人, 然而他們多日必倒在刀下, 或被火燒, 或被魯略搶奪, 他們仆道的時候, 少得輔助, 卻有許多人, 用淺微的話, 親近他們, 智慧人中有些仆道的, 為要熬練其他的人, 使他們清淨結白, 直到沒了, 因為到了定期, 事就了結。 這裏提到, 認識神的子民, 唯讀, 認識神的子民, 這些是什麼人呢? 今天, 如果我們說認識神的人, 可能我們會想起就是, 缺制信耶穌, 認識神, 接受水禮, 可能說這些人認識神, 行常參與聚會, 十一奉獻, 在教會裏面侍奉, 或者修讀課程, 今天我們可能是用這些的標準, 去衡量一個是否認識神的人, 也不一定, 但是, 在這個異象的裏面, 這些通通都不是認識神的人, 最重要的標準。 在聖經這裏, 特別說到這些, 唯讀認識神的子民, 它是有什麼特徵? 必剛強行事, 這班人的特徵, 一個最重要的特徵, 就是, 在逼迫的裏面, 他們是會剛強行事的人, 他們是一群愈強愈強的人, 他們不會退縮, 他們的信仰就是, 遇到愈大的逼迫, 他們愈堅強, 愈有信心的一班人。 認識神的子民的表記, 不是那些的證書, 不是教會裏面你做過多少的事奉, 那些的經驗, 而當你面對苦難的時候, 你對信仰的那種堅持, 在這一個位置, 去決定你是否認識神的子民。 當然, 這班認識神的子民, 他們都會教導的, 所以我不是說, 那些人就只是堅持信仰, 但他們不會侍奉, 他們是一樣的, 他們會參加信會, 他們會敬拜, 這些是本分, 或者這些是集辦, 即是幫我停止聚會等等, 他們都會教導人的, 所以這段經文裡面, 他說,那些民間的智慧人, 必訓悔多人, 他們都會做教導的, 但是, 下一句, 就即刻說, 然而, 他們多日, 必賭在都下, 或被火燒, 或被魯略搶奪, 他們同時, 是一班, 他們面對苦難的時候, 他們是會實踐真理的一班人, 他們不是只是說的一班人, 這班人一直說, 他們一直在做他所說的事, 但這班人, 他們面對的形勢是怎樣呢? 聖經是說, 即使, 他們撲倒的時候, 少得輔助, 卻有許多人用錢來的話, 親近他們, 這班人似乎, 當他們被拘捕, 受迫迫的時候, 咦? 不是那麼多人去支持他們, 聖經說, 少得輔助, 可能有部份的人就會支持他們, 有部份的人去了哪裡呢? 可能他們減脅, 可能他們躲起來了, 可能他們不敢出來, 所以這班人很孤單, 願意受迫迫的人, 不是親近很多人就支持他們, 耶穌釘十字架的門徒都死散, 我們都知道那個情況會是這樣, 不單止是這樣, 聖經也說, 卻有許多人用淺眉的話親近他們, 有些人似乎是, 反過來, 想游說他們, 可能就是, 不要那麼, 去到那麼準, 都, 都, 又得青山在那, 哪怕沒有柴燒呢? 反而這些說話, 好像是關心他們, 但反過來, 可能是動搖, 想動搖他們的信心, 都未必, 這一班認識神的人, 其實是一班很孤單的人, 雖然他們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他們不會因為用群眾的壓力, 可以用群眾的聲音, 去衡量自己做的事是對還是錯, 但這班人, 事實上, 他們是比較孤單的一班人, 他們不是很多人去認同, 或者不是很多人出來, 很明目張膽的, 去支持他們的一班人, 但是聖經理會繼續說, 他說這班人, 他們認識神的子民, 他們的做法, 他們繼續為主來做見證, 來扑倒, 甚至被人去搶奪的時候, 他說, 他們就能夠去熬煉其餘的人, 使他們清淨結白, 上帝藉著一個苦難, 練正我們每一個人的信仰, 現在一班人, 當我們願意來到去, 在苦難裡面繼續堅持的時候, 你會影響身邊更多人, 他會繼續的, 來去被煉證, 苦難逼白, 是煉證我們的信仰, 是使我們的信仰變得更加剛強, 所以, 這是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就是, 你願不願意去面對苦難, 老實說, 我這裡開少一點冷氣, 你都可能寫幾張回憶詞給我, 是不是, 我不是要專門, 想省電, 試探大家, 是不是, 但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一個這樣的心智, 來去面對苦難呢, 但是在這裡告訴我們知道, 上帝藉著苦難, 來去煉證他的子民, 這個是上帝的心意, 這個不是很多人願意去做的事, 但這個卻是上帝當中, 使用的一個方法, 雅各書, 這樣說, 雅各書是寫給一班, 當時是散居在十二支派, 即是說, 他們是被, 即是他們不是在原居地, 他們是已經在分散了, 在其他地方, 一些猶太人, 以色列印, 雅各提醒他們的是, 我的弟兄們, 你們落在百般事現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大喜樂這裏, 他用的字, 就不是只是程度上的大小, 而是, 是Pure, 是完全的喜樂, 即是一點不起樂都沒有, 是這樣的意思, 是完全, 是Complete, 即是這樣的意思, 他說,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 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當成功, 使你們承傳, 原備, 毫無缺欠, 忍耐也當成功, 的意思是, 忍耐不是一次, 忍耐是需要continuous, 繼續不斷忍耐, 直到成功, 直到你能夠生出, 不成全原備毫無缺欠的過節, 所以忍耐是一個過程, 被煉證是一個過程, 不是一個事件你就被煉證, 不是一個決定你就被煉證, 而是經常不斷你都做同樣的決定, 你感到有張力, 在過程裏面, 你就能夠被煉證, 在生活的上面, 我們習慣通常, 將那些物件分成兩類, 一類是容易打爛的, 一類是不容易打爛的, 一類是不容易打爛的, 通常是跟女兒走進去市場的時候, 我就叫她留意, 這個是膠的, 這個玻璃不要碰, 你都會這樣分, 一個容易打爛, 一個不容易打爛, 但是, 有一位的, 學者, 她說, 脆弱的相反不是堅硬, 脆弱的相反是什麼呢? 她自己創造了一個字, 叫做反脆弱, 你都說了, 一定是對的, 脆弱的相反就是反脆弱, 當然她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反脆弱, 她說, 反脆弱的意思是, 不單止那樣東西打不爛, 或者很堅硬, 不容易打爛, 我們就叫做堅硬, 反脆弱的意思是什麼呢? 當你越打她的時候, 她會越強壯, 反過來, 就是身癢, 不打就不強壯, 越打就越強壯, 那你想起什麼呢? 我第一件事想起, 就是想起小強, 是不是? 她很少, 但是她很強, 是不是? 所以叫做小強, 是不是? 就是當你知殺蟲水發現, 咦?為什麼沒有效的呢? 是不是過了期呢? 其實不是殺蟲水過了期, 是她升級了, 是不是? 因為你噴得她多, 你就噴她不死, 被她走掉了, 所以她就只會進化, 是不是? 所以下次你再噴她, 她不知道多好, 歡迎你噴我, 你又噴越強壯, 是不是? 那些不是殺蟲水, 那些是令她更加增強她抵抗力的, 那些是, 細菌也是, 現在醫學界面,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那個抗生素, 人們不斷吃抗生素, 吃到那些細菌越來越厲害, 你已經沒有抗生素可吃, 一直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你研究抗生素的速度, 不夠細菌進化的速度, 快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在當中, 另外, 在我們生活裡面, 其實都會看到一些反脆弱的情況, 這些情況包括就是, 我們的肌肉, 如果你經常坐在那裡, 甚至你說, 我經常去坐按摩椅, 坐著坐著, 可能你不會走, 我不是就助大家, 而是說, 神的設計, 或者是生物, 醫學的設計就是, 你的肌肉你不用, 它會萎縮的, 是吧? 所以你也知道, 如果你真的試過打石膏, 或者試過有些情況, 你真的長期做不到的時候, 其實你是, 會慢慢來做迷你治療, 才可以正常地走回, 這個是很自然的現象, 是吧?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不用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反而會變得脆弱, 但是你越用它, 它就會反而越強壯, 是吧? 反脆弱的意思呢, 就是這樣, 我們在骨頭裡面的鈣,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不走, 那些鈣就會流失, 神的設計都很奇妙, 就是說你不用那樣東西, 它不會處在那裡, 它會變了別的東西, 這個是很實在的, 但是你繼續走的時候, 那些鈣就會保存在那裡, 就會在骨頭裡面繼續堅硬, 那另外我們是臭小朋友, 我們經常都會說, 不要給他那麼多藥吃, 因為你不是在幫他, 可能你是在減低自己的抵抗力, 越吃得藥多, 可能會抵抗力會差, 因為他不需要自己, 去做自己, 去做自己, 去做一個防衛系統, 這些現象, 都是提醒我們, 有些東西, 我們越能夠用它, 越能夠刺激它的時候, 它會變得越強壯, 反過來你不用它, 它就會慢慢變得脆弱, 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教會, 其實都是一個這樣的困體, 是一個反脆弱的困體, 越受迫白, 增長越快, 信心越強壯, 反過來, 越安逸, 冷氣越舒服, 就越腐敗, 我們腐敗緊, 你知道嗎? 雅各在這裡直接指出, 苦難是信心被鍛鍊的一個關鍵, 我們不面對苦難, 我們不去, 在苦難的裡面, 去堅持信仰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信仰可能越來越表面, 我們的信仰只不過是維持著一個, 就是樣, 我們自己的行為, 我們以為我們已經有一個信仰, 但其實我們裡面可能是很空的, 兄姐妹, 如果你正在經歷苦難的時候, 我一定會為你討告, 但我不會一定叫苦難馬上離開你, 如果上帝有他的心意, 讓這個苦難令你經歷的時候, 是能夠鍛鍊你的信心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會繼續討告, 求神堅固你的信心, 而不是單單的求神拿走你的苦難, 我相信這一個是上帝, 有他的心意, 就是當中,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從來都發覺, 我沒有什麼苦難的, 其實我有些擔心, 可能我們都需要去想一想,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習慣了妥協的緣故, 所以我們避開了, 那些本來我們可以面對的一些難處, 一些堅持, 我們都妥協了, 所以我們就以為自己沒有苦難,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可能錯過了很多可以鍛鍊信心的機會, 曾經有一個弟兄, 他問我, 他老闆每年新年的時候, 都會在公司裡面來拜神的, 每一個員工都會一起參與, 他的意思很簡單, 大家高工, 拿幾支香, 擦一擦,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很簡單, 大家都不會覺得有什麼難處, 但是當然他內心裡面, 就感到一個很大的壓力, 他有想過請病假, 一年請次病假, 都沒有壞, 雖然這麼巧每年都在那天請, 可能會被人懷疑到, 但是實在他也不想, 因為這個是說謊, 所以他都沒有打算這樣做, 我跟他談的時候, 我都覺得無謂轉彎活覺, 我建議他, 你直接跟你老闆去講, 這個應該是最直接的方法, 為什麼要避一下避一下呢? 當然, 我也明白, 一定有壓力, 不會沒有壓力, 但是, 我建議他這樣做的時候, 一方面是想他, 都要學習, 來表明自己的一個距離, 因為, 你不知道下次, 老闆叫你去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都可能跟你做人有衝突, 是吧? 你每次用不同的理由去避, 一定不是辦法來的, 第二就是, 如果真的老闆, 因為你這樣的原因, 而不喜歡你的話, 真的不喜歡你, 針對你等等的時候, 我都覺得, 這個都算是為二受迫迫, 雖然可能這個迫迫都很皮毛, 都算是我們能夠, 在我們生活裡面, 去taste一下, 去經歷一下, 一些這樣的操練, 我講這件事, 其實可能在大家眼中裡面, 都是一件很轟天, 很動地的事, 不過我相信, 就是我們生活裡面, 是充斥著很多這些例子, 我們暫時沒有說, 一些很轟天動地的事, 會被人暗殺, 那些, 所以, 如果講那些的話, 可能你會很感動, 但未必關你的事, 是吧? 但是, 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裡面, 就有很多這些的決定, 是看看你怎樣做, 這些的決定, 如果你避了它, 避了它, 其實也不會說, 一些很嚴重的罪, 就是這樣, 但是, 確是會令到我們的信心, 越來越變得脆弱, 越來越變得脆弱, 越來越, 不需要用信心, 想了個理由, 解釋了就算了, 你想個方法, 避開它就算了, 這些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或者有些人都在做, 是吧? 你很容易就照抄就可以了, 這樣, 但是, 在這裏告訴我們知道, 當我們每一次, 對信仰的堅持, 其實都是在鍛鍊我們的信心, 我們那個肌肉, 都需要來去, 即是, 握緊一些,是吧? 每一次握緊一些的時候, 其實你們在鍛鍊著信心的肌肉, 當我們習慣了堅持的時候, 我們就會, 越來越輕散, 你就會習慣就是, 我在任何人的面前, 我去表達我自己的信心, 其實我都沒有問題, 不需要刻意去做些什麼, 因為這個已經是成為你的習慣, 是吧? 那你就會發覺, 你的信心已經是, 繼續不斷增加著, 並且也是, 當我們習慣了, 來去鍛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 當有更大的難處, 挑戰面對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都會, 能夠預備好, 來去作出更大的堅持, 是為下一次更大的考驗, 來去做好準備, 所以, 將來的環境是怎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是吧? 但我們不會說, 因為, 我們平時完全沒有操練的時候, 忽然間有一個很大的迫迫, 我們就忽然間變得很強壯, 沒有這樣的事,是吧? 如果我們平時都沒有堅持開的時候, 更大的試探, 更大的迫迫臨到我們的時候, 可能我們只會用我們以前的方法, 繼續找不同的藉口, 來去逃避, 因為這個是我們做開的, 如果是我們做開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需要來去留意, 但如果你看到這個異象, 雖然他的腳都軟了, 但天使就要告訴他, 這些的異象, 這些的戰爭, 背後的目的, 是要練正, 認識神的人, 練正他們, 做什麼呢? 是為了最後一戰, 最後一戰, 就是十一章, 三十六, 到四十五節, 當然, 我們不知道這最後一戰, 什麼時候出現, 還不會出現的, 但是聖經裡面, 一向都告訴我們, 主在來的日子, 是會好像賊一樣的, 所以是常作準備一個操練, 所以這個操練, 不是我們要預計, 上帝什麼時候回來, 沒有人, 就算你懂得多厲害, 你都預計不到, 因為是耶穌說的, 但是我們楊九做到的就是, 我們時時刻刻, 來去準備, 一個這樣的時機的來臨, 所以聖經在這裡, 他都寫下了, 這個最後的時機, 一個最大的考驗, 最後的考驗, 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都一起去讀三十六到四十五節, 我們一起讀, 王必任意而行, 至高至大, 超過所有的神, 又用奇異的話, 攻擊萬臣之神, 他必行事亨通, 直到主的憤怒懸不, 因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他必不顧他列祖的神, 也不顧婦女所羡慕的神, 無論何臣他都不顧, 因為他必自高過一切, 他搗擾敬拜保障的神, 用金銀寶石和可愛之物 敬奉他列祖所不認識的神, 他必靠外幫神的幫助, 攻破最堅固的保障, 凡承認他的, 他必將榮耀加給他們, 使他們管轄許多人, 又為賄賂分地與他們, 到末了, 南方皇要與他招戰, 北方皇必用戰車兵馬和許多戰船, 勢如暴風來攻擊他, 也必進入列國如洪水泛濫, 又必進入那榮美之地, 有許多國就被傾覆, 但以東人、摩額人和一大半阿門人, 必脫離他的手, 他必伸手攻擊列國, 埃及地也不得脫離, 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銀財保和各樣的保密, 旅比亞人和古實人都必跟從他, 但從東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擾亂他, 他就大發烈露出去, 要將多人殺滅正盡, 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中間, 設立他如宮殿的帳幕, 然而到了他的結局, 必無人能幫助他, 這裏很詳細來提及, 最後的一場仗, 也是敵基督的面貌是怎樣的, 這裏提的王, 和之前說的安提阿古四世, 是截然不同的兩者, 這是敵基督, 這裏提及的是, 在末世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是為了要我們每一個的信徒都有所準備, 從今天開始, 我們要繼續不斷去鍛鍊我們的信心, 因為我們不知道敵基督, 什麼時候會來到, 但在這裏, 天使給彈以利的預言裏面, 他不是要嚇彈以利, 雖然聽到都會害怕, 這是很自然的反應, 反而, 天使講這個圖畫的時候, 其實重點反而是放在最後一句, 最後一句, 他的結局必無人能幫助他, 無論他中間怎樣惡都好, 最重要是看結局, 比賽都是這樣的, 你有多少球, 有多少球都好, 有多少球都好, 別人都算分數, 才是定勝負的, 所以, 在這裏, 其實天使是給彈以利, 是給我們今天一個最大的安慰系, 沒錯, 那個過程可能真的很辛苦, 但那個結局已經定了, 遊戲的結果已經定了, 他最終都會輸, 我們是圍著一個這樣的結果, 來面對這一場比賽, 除了敵基督, 他的結局, 我們的結局又是怎樣呢, 我們都繼續來看第十二章, 一至到第四節, 我們一起去讀,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 米加勒, 必站起來, 並且有大艱難, 從有國以來, 直到此時, 沒有這樣的, 你本國的民中, 凡名錄在策上的, 必得拯救, 誰在塵埃中的, 必有多人復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 永遠被憎護的, 智慧人必發光, 如同天上的光, 那時多人歸易的, 必發光如星, 直到永永遠遠。 但以來, 你要隱藏者話, 封閉者書, 直到末時, 必有多人奈往奔跑, 知識就必增長。 這裏所提及的, 和之前提及過的那群認識神的子民, 是有一個重複, 這群認識神的子民, 之前提及的, 是他們會撲倒的, 他們會為信仰而犧牲的, 當然, 當時沒有提及他們最後最後的結果, 會是怎樣? 這裏呢, 就提及, 每一個的信徒, 當我們都是願意持守的信仰, 即使去到致死中心的時候, 擺上了我們的生命的時候, 原來, 神在這裏告訴我們, 最終, 我們都是會復活, 不單止復活, 在這裏特別也說, 是會發出光芒, 使多人歸易的, 必發光如星, 直到永永遠遠。 這是我們的盼望, 今天在我們的生活中, 其實我們有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是什麼呢? 曾經有一位戰鬥機的機師, 他有一次出擊的時候, 因為沒有聽上司的吩咐, 所以他的隊友就陣亡了, 他就繼續生存, 所以他從此, 他說, 我不再駕駛戰機了, 但是有一天, 他的上司過來找他, 遊說他, 重新來駕駛戰機, 他最初就說, 我不行了, 你放過我, 我之前的記憶實在太深刻, 我沒有辦法, 再可以坐下那個戰機裡面。 上司聽完這句, 他的解釋之後, 忽然間很嚴肅, 很認真的, 這樣跟他說, 他說, 你知不知道, 我們的世界, 將會被毀滅。 你想你一個人, 孤孤零零的死在這裏呢? 你壯壯烈烈的, 死在一架戰機上面呢? 當這個機師聽完之後, 他就仿然大意, 他終於願意再一次, 拿這個戰機, 繼續來出戰, 因為, 世界快要滅亡了。 同樣地,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 你和我, 都會面對死亡, 是吧? 只是你怎樣選擇, 你的死亡, 有得選擇。 你可以選擇做一個, 福音信仰的逃兵, 屈屈而終, 還是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基督徒, 為義, 來犧牲, 每一個人都要離開世界。 但是你可以選擇, 你用什麼方式, 什麼態度, 來面對這個中國。 當我們立定心智, 為主受苦的時候, 苦難是會鍛鍊我們的信心, 使得我們越戰越強。 面對強權的迫白, 我們需要有必死的心智, 不是單憑我們個人的意志, 而是同時要靠著神給我們的應許。 這個應許一方面, 剛才說, 敵基督, 這個邪惡的勢力, 終有一日, 必無人能幫助他, 他一定會過去, 他一定會輸, 這是第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們的身體, 無論去到哪裡都好, 都會失敗, 都會離開世界。 但是上帝 應許我們就是, 我們有一天是會復聖的, 不只是離開世界, 而是我們會回來, 我們會復醒, 我們會復活。 並且, 如果我們願意繼續, 為信仰的緣故來犧牲, 讓更多的人來認識信仰的時候, 我們會帶著榮耀來復活。 我們有得選擇。 今天彈以理, 在這個意象裡面, 他看到這個意象, 雖然他腳軟, 但是他知道, 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 因為, 強權, 迫白, 是不到我們選擇的。 我們只可以選擇, 就是我們怎樣去面對。 而在這個面對的過程裡面, 原來我們的信心是能夠被建立的。 保羅這樣說, 他說, 所以我們不喪膽, 外體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 身似一天。 我們這自暫自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永遠無比的榮耀。 原來我們所顧念的, 不是看得見的, 乃是故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看見的是暫時的, 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但以你這個的意象, 也都影響了保羅, 他怎樣去看, 他當時面對那個的困局。 今天, 你又怎樣來去回應呢? 求神來幫助我們, 一起低調我們土局。 親愛主耶穌, 我們知道, 前面的方向, 這個是你, 才會清楚。 但你透過意象, 告訴我們, 無論是信是益, 都是你所掌管, 是從來沒有離開過你的手。 亦都預先告訴我們, 一定會有苦難臨到我們。 問題是我們怎樣來去預備。 是逃避呢? 是自己騙自己呢? 還是我們願意咬緊牙關的, 來去面對。 但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不是去勉強, 反而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是令到我們的信心更加強壯。 祝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當更大的苦難, 迫白未臨到我們之先, 我們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裡面, 來去操練我們的信心。 一點一滴。 讓我們這個信心的肌肉, 能夠強壯, 以至能夠更加承受更大的困難。 祝耶穌前面的路, 我們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你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即使有多大的艱難都好,那些勢力,那些政權都是會過去的,他們都會變得無助的,雖然未必在我們生存的日子裡看得到,但是這個是你的預見,這個是你的應許,這個是你給我們的先見之命,以致我們能夠繼續堅持下去。 主耶穌多謝你聽我的祈禱,共主聖教,阿門。 詞・曲 李宗盛